老公,我想找你商量点事 什么事 我大哥马上要结婚了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给多少礼金合适 你想给多少 这些年都是我大哥在家悉心照顾我妈 到现在才结婚也挺不容易的 现在我们条件好点 我想多给点 给两万吧 不,给十万 十万,太多了吧 多吗 不多 照顾你妈本来就是你跟你哥共同的责任 因为距离被你哥一个人全部扛了下来 相比你哥 一年365天无始无终的照顾 我们这十万块钱 你感觉还多吗 说到底 在孝顺老人这件事情上 我们永远亏欠你哥 你说的对 那就十万 我安排一下公司的事情 我们明早就坐飞机回你老家 可是距离结婚还有一周的时间呢 什么都可以等 唯独孝顺不能等 明天早点回去 好好陪陪老人家 正好我也想帮大哥忙活忙活婚礼的事 你去收拾一下 明早回家 哎 小刘 哎 老徐 哎 老徐 你看我刚买的新车 好几十万呢 嗯 我看你又买新车了 那我就直说了 你欠我那二十万 什么时候还呀 朋友之间说这些多没意思 走走走 我带你兜风去 不去了不去了 你看你又买新车了 我要是真的急用钱 要不你就先把欠我的钱还给我呗 哦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个会要开 那我就先走了哈 别引了小刘 你要是真想还我钱 还要用得着我一直来找你吗 不就是借你点钱吗 天天吹吹吹吹 老娘心情好了自然会还你 让开 你给我站住 当初我借给你钱的时候 是让你翻身的 不是让你给我翻脸的 翻脸就翻脸 老娘有的是钱 就是不还给你 你能把我怎么样呀 你敢打我 你借钱不还 你还想耍流氓 车薪压我这了 你什么时候来还钱 什么时候来拿车 董事长 董事长 表演在这里 这是我们公司的新品 屏幕又输出纸 你给看一下订个假 杨秘书 这个试测子我已经测试过了 它是专门为上厕所 所设计的一款试测子 纸张又大又厚 能够更好地进行深度清洁 局部卫生死角 使用之后更加干净清爽 纸张特别的柔软清肤 尤其是女生特殊的几天 用它擦完最舒服了 能够帮助温和的滋滋润润的 还可以极大缓解 有质清延用干纸巾带来的痛感 用完直接丢马桶 也可以直接溶解 冲上马桶也不会堵 这么一大包足足八十抽的 我们就定价12块99一包吧 啊 董事长 咱这可不是普通的试金啊 它可是添加了羊干菊 芦荟提取液等十个处理群配 是贴菊脂成作酸性的 而且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使用 一张试测子抵上三张干纸巾了 这么好一个试测子 你确定预定这个价 确定了 而且还不够 家人们 现在顶地下方小房车 这么一大包只需要十二块九九 而且还给大家包油 并且嗨的越多越划算 杨秘书 你快去执行吧 好的 董事长 你敢抢我的车 不会有人支持你买你的东西的 如果有人支持你买你的东西 我把自己打成猪头 把车都送给你 你亲在还请 听经地义 家人们 公道自在人心 我相信家人们一定会支持我的 诶 大哥 大哥 你认识一个叫许小夕的人吗 我就是啊 怎么了 大哥 你还记得五年前 你资助的那个大学生吗 五年前 哦 对 五年前我是资助过一个大学生 怎么了 我就是你当年资助的那个大学生啊 今天我过来是专程告诉你 我大学已经毕业了 而且我的弟弟也已经考上大学了 那恭喜你弟弟也考上大学了 但是 我现在已经没有能力 帮助你弟弟上大学了 大哥 你误会了 其实啊 我今天是专程过来 还你资助我上大学的钱 这个钱你就算不还 也没人知道 再说 你弟弟现在上大学 也急需要用钱的 我现在已经有好的事业 可以供我弟弟上大学了 这个钱虽然不还没有人知道 但是做人不能万本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 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资助 不用谢的 徐哥 徐哥呀 我知道 这些年你为了资助我上大学 发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而且也没有娶到老婆 顺利人不像话你才怪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愿意跟你共度余生 这不合适吧 你是一个大学生 还是一个经理 我就是一个农民 而且还穷着订单响 不会有人支持咱们的 不会的 好人啊 一定会有好报的 我相信啊 所有的人都会支持我们在一起的 家人们 叔叔阿姨们 家人们 叔叔阿姨们 我相信啊 你们都是善良的人 如果你们愿意支持我们在一起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个小星星啊 哎呀 这都痛不痛 过去过去啊 哎 走开了 咦 猝死了 大姐你没洗澡吗 好棒啊 住开 住开 在这里啊 臭死了 能不能再离开呢 多年以后 还会有谁记得我 那些说过的话通过 吃什么吃啊 都说这么脏 不然我怎么吃啊 大姐呀 城市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这种人呀 还是回你的楼村待着去吧 姐 这个掉地上了 已经脏了 不能吃了 小弟 我就先回去了 为什么现实的要求那么多 只为了活着 还是等待离开呢 多年以后 还会有谁记得我 大姐大姐 你等一下 怎么了小弟 大姐啊 你看你从十万八千里赶过来 到现在还没吃饭 肚子肯定饿了吧 我给你泡了一杯我们家的藕粉 你尝一下 大姐啊 你要是喜欢吃啊 这两块藕粉 你都带回家吧 老公 你看错啊 你看错啊